主席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如果缺少父愛 父親的陪伴 人格發展也會造成一些 正常發展的阻礙 根據某雜誌的電話訪問 發現有63%的父親 常常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就忽略了家庭 甚至於犧牲家庭 所以現在有37%的女性 說如果重新再來 他不願意結婚 而根據調查 台灣每天有159對的夫妻 辦理離婚 離婚率是在亞洲第一高 像這樣都會影響到 我們的生育率 跟孩子在家庭的溫暖性 所以呢 我們提出來八月份的 本營委員 本營委員